武汉肺炎疫情在中国持续扩散 我国政府这几天都在着手处理撤侨的工作 要尽快把滞留在武汉的141名大马人跟家属带回国 副首相望阿兹沙今天指出 在这12名机组人员和8名官员的撤侨专机 已经在今天下午3点50分出发到武汉 预计将会在明天早上把人接回泽东坡国际机场 而卫生部长阻击费力今天也继续站在前线 面对媒体汇报国内的武汉肺炎最新的进展 卫生部长足迹菲里今天召开记者会 向媒体汇报我国武汉肺炎疫情的进展时指出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并没有出现任何新增的确诊病例 依旧维持在8宗 另外还有16宗可疑病例还在等待化验结果 与此同时我国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撤侨行动 那141名滞留在武汉的大马人和家属 预计将会在明天早上抵达西隆坡国际机场 部长强调 所有人包括机组人员在抵达机场之后 是一步都不会踏入机场建筑物的 要出入机场的民众放心 祖籍菲里补充 从武汉回国的所有人在空难行动中心 接受健康检测之后 出现肺炎症状的将会直接送院 没有症状的人则会送到隔离中心 接受长达14天的隔离 而我国目前正在和中国 日本 韩国和东盟国家开会 以交换武汉肺炎的第一手情报 本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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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